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热语频道 现在报告7月13日晚间的新闻 首先是国际消息 香港网店冒充荷兰名店行变 荷兰南部罗蒙的名牌折扣中心Designer Outlet 最近收到了投诉 投诉者说他们通过在线的商店订购服装 但付钱之后就没收到 这个折扣中心表示 他们与受害者投诉的网店是完全无关 正在考虑采取法律的行动 根据荷兰商店的经理说 这些顾客被骗了 涉及的服装网站虽然有Rumont的名称 但他注册的地点是在香港 而这个网站似乎模仿荷兰Rumont名牌折扣公司的网站 明显是在误导顾客 经理说 他们属于英国集团旗下 而目前Rumont的这家公司正在考虑采取法律的行动 两家公司的名称有差别 归宿亦不同 克罗地亚成为了第20个欧元区的国家 欧盟批准克罗地亚在明年初启用欧元 戒时克罗地亚将成为欧元区的第20个成员国 彭博社报道说 欧盟财长7月10月后 在布鲁塞尔举行签字的仪式 克罗地亚的财政部长代表他的国家签字 作为欧盟的执行机构 欧洲委员会之前曾经建议 允许这个人口390万的国家采用欧元 认为它符合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等必要的条件 欧盟的贸易专员 东布罗夫斯基斯在仪式结束之后告诉记者 强大并且范围更大的欧元区 能够增强欧洲的国际影响力 欧盟发布的声明指出 克罗地亚将在2023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 而克罗地亚的货币负纳 和欧元的兑换比例是一欧元兑换7.534负纳 不过根据目前的汇率 欧元正在贬值 一欧元只是大约相当于1美元 是20年来的最低 美国提供6亿美元被太平洋赌国抗衡中国 太平洋赌国论坛会议在7月12日开幕 美国副总统哈利斯在会上宣布 将大幅深化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存在 并计划提供6亿美元的资金 此外还会在汤加和基里巴斯增设使馆 并任命守卫美国驻太平洋赌国的特使 美国和中国竞逐让今年的太平洋赌国论坛受了高度的关注 这个论坛聚集了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太平洋地区的领导人 这个也是今年较早时候 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了有争议的安住调约以来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首次聚会 哈利斯在视频讲话中表示 这个对美国仍然是外交上的转变 据悉当哈利斯发现的时候 有来自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场 并且一度引起小小的骚动 哈利斯强调 美国和太平洋赌国的奄言已经有很久 而且关系密切 近期也持续深化双方的关系 并且说 他和美国总统拜登承认 太平洋地区以前可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他同时承诺说 我们将改变这种状况 美国希望大大深化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汤加的总理索瓦雅内尼对于美国将在当地开始大使馆表示欢迎 他对发生社说 我们真的很高兴 美国将在汤加开始大使馆 这是个重要的理性碑 我们非常高兴 美国终于在汤加有所存在了 美国的这项宣布是在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作出的 部分西方国家担忧中国正在试图扩大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4月份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 引发了对中国可能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担忧 尽管所罗门群岛和中国都否认了这些质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基里巴斯退出了峰会 除了中美两国持续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竞逐势力之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基里巴斯在峰会开会之前宣布退出了论坛 尽管基里巴斯的总统说 退出的原因是对总干事职务安排的不满 不过外界认为事件和中国有关 而基里巴斯的反对派领导人也曾经明确表示 退出论坛的决定是受到了北京的影响 不过中国就对此予以否认 中国的外交部指出 我们从来不干涉太平洋岛国的内部事务 希望岛国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发展 针对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说 美方将在太平洋地区开设两个新的大使馆 在北京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 中方乐见有意愿的国家为太平洋岛国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中方认为任何国家和岛国的合作 都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 不针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不能够在嘴上说开放包容 暗地里就拉帮结派拼凑小圈子 汪文斌还说 他注意到美方有官员表示 不要求赌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合作亦不针对中方 他希望美国方面说得到就做得到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于1971年 是南太平洋国家政府间加强区域的合作 协调对外政策的区域合作组织 他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匪制汤加等18个国家 论坛领导人的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又看看中国大使馆的武官在论坛的会场被请出的事件 哈利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发表视频演说的时候 在匪制的会场有不少媒体到场旁听 不过有外国媒体的记者发现 有两名华尔是中国驻外武官的男子 混集在其中 之后就报警 随后两名男子被匪制的警方带来现场 为英国卫报采访的匪制记者 认出了其中一个人 说他是中国大使馆的官员 之后 他上前询问这个男子是不是以中国大使馆官员 还是中国媒体记者身份出席的 不过这个男子摇头示意说自己不懂得英语 于是这个英国卫报的记者随后报警 警方接到报告之后将两个人带来现场 最后证实 这两名男子是来自中国驻匪制大使馆的武官和副武官 有报道认为 中国计划在对话中重新提出上个月 遭到10个太平洋岛国拒绝接受的 全面性经济和安全协议的更新版 但是 哈里斯受要以视像的方式参加论坛 中国就没有获得这样的待遇 这个被认为是美国的巨大成功和对中国的打击 看看中国的消息 中国大陆烂尾楼留盘业主停止还泰引起了担忧 中国多个省市出现烂尾楼项目业主强行停泰的事件 对此中国官方媒体发文说如果这股风潮蔓延开来将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中国的证券时报7月13日发表署名余胜良的文章 紧防烂尾楼楼本停工风险扩散 近期有烂尾楼的楼本业主集体决定停止还泰 引起了不少烂尾楼本业主的仿效 如果这股风潮蔓延开来 有可能对楼市造成负面的冲击 对楼本的销售更为不利 亦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文章最后呼吁 让烂尾楼活起来 早日交付 才有利于千家万户的稳定 各地政府应该研究 怎样盘活烂尾楼 将死企下活 追讨转移走的资金 或者引入有实力的房企 将保交付放在优先的位置 因为不满部分陷入资金困境的地产开发商 推迟交付住宅 中国多个省市出现了 扣房者集体拒绝支付 住房抵押贷款的现象 据彭博社报导说 截至7月12日 在经历长期的停工之后 已经有22个城市 超过30个住宅项目的扣房者 不惜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共同决定停止上环按揭贷款 这就是所谓的停贷事件 又看看中国的微博 微博整治变相发布不良信息的行为 7月13日 中国的微博管理员发文说 站方将对站内利用 遮阴字 变体字等错别字 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违规行为 开展集中的整治 包括 第一 加大对利用错别字 借机传播不良信息等违规行为的排查清理力度 第二 是健全平台用于管理机制 完善关键词识别模型 第三 通过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 加强站内宣介等方式 引导站内用户规范使用汉字 新规定一出有中国网友表示 将原词开放了 谁会想到用遗阴和拼音宿写 为什么用遗阴字 难道不是因为有些很正常的字字发出来 都是敏感词吗 有些说 真要整治 就得想想当初将人逼到不得不使用这种语言的原因 又有人说 干脆取消了输入框 让大家只能够接受信息的灌输 不能够发表看法 又有人说 为什么会打鞋音呢 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另外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心发文说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 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等相关的规定 微信制定金融内 违规营销内容 治理规则 具体规则包括 微信公众账号发布的内容中 禁止高收益理财欺责的内容 如推广不正常的高回报理财产品或者导流欺责的项目 微信公众账号发布的内容中 不得含有以下夸大不实的金融类营销宣传 容易引起用户误解的内容 微信公众账号发布的内容中 不得利用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或者地方金融金融管部门 对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的审核或者备案程序等作为宣传的架头 误导消费者认为 这项金融产品或者服务 有政府的担保 好 又看疫情问题 一国两制香港不实行清零的政策 香港新上任的医务卫生局局长 劳宠茂尔琦 今年11月份 可以望有条件取消入境检疫的限制 他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时说 会保留入境人士进行核酸检测的要求 但是不排除考虑放宽其他措施 包括取消定点隔离 改为进行医学的监测 他还建议 通过手机追踪程式的黄画 禁止他们在入境的头几天进行高风险活动 比如进入酒吧喝酒等等 香港金融管理局计划在11月1日至2日举办国际投资峰会 邀请全球银行和金融界高站来到香港 劳宠茂表示 国家不会盲目要求香港跟随国策 这一点应该令我们的外商感到欣喜 他说香港永远不可能绝对清零 中国内地的人口结构 医疗系统和疫苗接种率都不同 香港不需要完全复制它的防疫政策 他说 在过去的两年多以来 香港的抗疫政策 确实体现了一国两制 目前香港每日平均新增大约2000多个确诊的病例 但重症属于低水平 到目前为止 累计总共有120多万人 曾经受到了感染 中国又有热死人的新闻 而佛山又推出穿戴式的空调 近日中国多地出现了高温的天气 发出高温的预警 浙江省丽水市和四川省成都市 已经出现了热死人的个案 造成了器官衰竭 死于热射病 是一种严重的重视 针对局势下 还需要工作的核酸采养人员 工人等户外工作者 广东佛山有记忆说 推出全球首款穿戴式的空调 可以将空调背在身上 开机三分钟 温度就可以迅速降到16摄氏度 不过 根据查证 日本Sony等企业 先前曾经推出过穿戴式的冷气机 5分钟就可以降温13摄氏度 但也曾经引发是神奇产品 肯定是废物的讨论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导 广东佛山推出的穿戴式空调 全称为微型直流压缩机穿戴式特种空调 由主机 易冷服 腰包 电池组成 目前已经批量生产 今年的产能可以达到20万套 据了解 这种产品目前推出两个版本 售价分别是$8888 和$12888 这个企业表示 未来将研发继续减少穿戴式空调的重量和体积 延长电池续行的时间多6小时 目前这款穿戴式空调产品已经试销往日本 应用于医疗行业、电力公司、地勤等高温作业的场景 踏入夏季 中国全国多地的气温普遍达到35度以上 今天是13号 上海中心城区徐家汇站 气温升到40.9个摄氏度 追评了187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